最近美国疾控中心又出了一些新的报告 是有关于12-17岁青少年打了mRNA疫苗之后 发生心脏肌肉发炎的机会率 暂时他们都未说真的打疫苗 就证实了真的会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不过那个关系似乎都是越来越明显 我们可以看一看图表 这个图表是有关于一些叫VAERS 在美国疫苗推出了市面之后 如果任何人觉得疫苗会引起某些问题 可以随时经VAERS的系统报告 让有关当局知道 等有关当局找专家去研究 打了疫苗之后 无奈发生心脏肌肉发炎的数字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 这个表役其实表示了打完两针 mRNA疫苗之后七天之内 患上心脏肌肉发炎的人数有多少 基本上分为女性和男性 这里分为不同的年龄层 头这一行就是Dose Administra 就是打了疫苗的数量 然后Expected就是背景的心脏肌肉发炎机会率 心脏肌肉发炎都会因为过滤性病毒感染而引起 所以通常都会预计 它不会是零的 平时都会发生心脏肌肉发炎的数字 Observe就是实际观察到有多少人真的有心脏肌肉发炎呢 这边的男性都一样分为三行 我们看看女性这方面 我们最关注的是12到17岁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建议打针 我们看看这个年龄层里面 打了两针之后七天之内 有多少人报告到有心脏肌肉发炎呢 总共打了218万剂 预计心脏肌肉发炎的比率 就是说跟平时一样 应该是零到二之间 但是观察到实际出来 就不是零至二 是超过这个数字 是19人有心脏肌肉发炎的 好,那我们看看男性那方面又如何呢 男性那方面 就差不多了 都打了200万剂 男性来说 平时心脏肌肉发炎的几率 应该是零至四个之间 但是实际退出的数字 居然是128 即是说多了一大割 女性来说 18到24岁之间 仍然是多了 应该预计是一至六个人 但是仍然有23个人 有心脏肌肉发炎 男性来说 这个年龄层 即是18到24之间 应该只有一至八个人 有心脏肌肉发炎 但是实际的数字 观察到回来 居然是219个 好像越年轻 就越多心脏肌肉发炎 越年纪越大 向下走的话 幻想心脏肌肉发炎 风险越来越低 男性方面也是 三百多万剂打了 预计是一至七个人 但是实际观察到 仍然有 有59个人 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女性达到30到39岁之间 预计的心脏肌肉发炎 与实际观察的 已经是差不多了 打针似乎并没有增加 心脏肌肉发炎的风险 但是男性 30到39岁 仍然是红色字 发觉多了很多人 患上心脏肌肉发炎 49岁仍然有多 男性要到50岁之后 心脏肌肉发炎的风险 才跟平时预计的一样 简单来说 如果男性越年轻 打了两针这些mRNA疫苗 之后有心脏肌肉发炎的机会就越大 这里也包括12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人 但是说回来 风险是否真的大得很交关很紧要呢 如果计算出来的话 以男性青少年人 即是12到17岁之间 打了两针这些mRNA疫苗之后 有心脏肌肉发炎的风险 实际的数字是多少呢 那数字大概是0.005% 0.005%即是多少呢 那机会率大概是2万分之一 那机会其实是不高的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得 研究显示这些青少年人 打了针之后有心脏肌肉发炎 大部分都是病徵非常之轻微的 多数人都是会好得翻了 所以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多人害怕 但实际的风险又不是真的大得那么紧要 其实问题就是在这个年纪 比如说12到17岁的青少年人 他感染了COVID之后 真的有大问题的机会是非常之低 那当然如果感染了COVID的话 也有个小小的机会 有些人会有那些类似穿奇症 那类的多系统发炎的综合症 那些当然都是麻烦的东西 手末长的 但是overall来说 风险也不是很高 其实我们决定这个族群应不应该打疫苗 就很在乎好处有多少 坏处有多少 如果好处多过坏处很多 那就应该打 但是如果坏处多过好处的 那就不应该打 这样做决定 但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初步数字来说 12到16岁或17岁之间这个年龄层 打了针 虽然那些严重的副作用的机会很低 但是同一个年龄层 他感染了COVID之后 产生严重的后果 那个风险也都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现在就比较难看得出 他是不是真的好处多过坏处 还是坏处多过好处 还是差不多 当然有些人会说 这个年龄层 你打了针之后 就可以放心上学 那这个都是一个好处来的 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说 为了达到这个群体免疫 我们都要打完那些小孩 希望整体的社会里面 打疫苗的%再高一点 达到群体免疫 就大家有好处了 或者是打了这些小孩 那他们感染的机会少了 那他们虽然没事 但是他感染也会传染给 比如老人家 或者有长期病患那些人 那间接打了这个青少年人 就可以保障老人 或者慢性病那些人 当然有他的道理在 不过以往那么多年以来 没试过去为某一个族群的人 打了之后是保障另外一个族群的 一般都是打那个族群本身 都是明显打了之后 对于这个族群的人 就好处多过坏处才打的 如果我们不太肯定 在这个族群里面打了针 是不是好处多过坏处 就是为了在群体免疫 去打的话 以前真的没试过 这件事都不要说没有争议性 尤其是如果被保护的族群 慢性病或者老人的话 如果每个族群都没打齐针的话 去打青少年人去保障他们 可以争论的地方就更加多了 我们不要计计老人或者慢性病 有些是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 完全不能打针的 那些不要计计 但是如果这个族群 可以打针的那些都没打完的话 那去打青少年人去保障他们 这件事就 大家真的要讨论一下 如果是12到17岁的女孩 大家都看到 数字上刚才那个表也看到 就是说他们都稍微会增加了心脏肌肉发炎的机会 但是增加的比率都是很低的 那变了就相对来说 他们打针其实都应该OK的 应该好处多个坏处 那如果是这个年龄层 如果是这个年龄层 男仔女仔也好有慢性病的 感染COVID入院的话 多数都是有些慢性病的 那就是说12到17岁之间 你是男仔也好 女仔也好 如果是有慢性病的了 令到你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的话 那都应该是打针好一点的 因为很明显打针的好处就能够正确 但是如果是完全健康的 12到17岁的男仔 打了两针疫苗之后 有心脏肌肉发炎的风险是最大的 那这些是否打针好处多个坏处呢 现在比较难肯定 这件事真的很难说 黑和白应该和不应该的 要再看久一点 可能看多些资料 才能够比较容易判断 那我说完这件事 我们又说回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究竟怎样可以减低 这些年轻的人 打完针之后产生心脏肌肉发炎呢 其实这件事都是一个估计的阶段 大家的专家都是在谈的 就不是说真的是一个指引来的 为什么mRNA疫苗 就打完两针之后 会在这些年轻的人身上 容易产生心脏肌肉发炎呢 估计就是说打完针之后 产生一个强的免疫反应 如果这个反应 就是真的有些人身上太大的话 就可能会伤到自己身体的组织 包括心脏肌肉 引起心脏肌肉发炎 大家在支持医药的研究 都看得出 就是说这些疫苗 在这个青少年身上 比如打了两针 那个保护率是大到100% 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保护呢 其实就是说如果 我们可能90% 80%多都足够的话 大家在想会不会在这些青少年人身上 或者年轻的男性身上 可能打一针这些mRNA疫苗 都已经有足够的保护 又不会说这个反应太大 令到有部分人心脏肌肉发炎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很初步的 但是后上你又要平衡一样东西 就是说打两针有两针的好处 我们知道打两针 才能够把保护效果 维持得比较长一些 还有最近大家都看到的报告 那个Delta变种病毒 打了两针的mRNA疫苗 是可以足够对付到 这个新变种病毒 但是打一针是不够的 所以提議打一针之前 就一定要收集一些数据 究竟是否能够足够保护青少年才行 如果不能够保护的话 也不能够这样建议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